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未公布的性骚扰案件说明 国军性骚扰案不简反征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国军对于重大军机案件的防治及测镜都非常重视 也都有不错的成效 唯独对于性骚扰案件则是两手一摊 苦无对策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以至于性骚扰申诉案件年年在升高 在国防部送交立法院的报告中显示 109年的65件较前一年增加了25% 对于这个数字我是很不屑的 这些是有申诉的 那没有申诉的案件呢 我自己感觉大概数字是会两倍以上 大家都待在部队那么久了 应该也都有耳闻或看见一些性骚扰的案件 是没有向上回报或申诉的 而这些人才是我们更需要去重视及保护的 国军是一个阶级领导人质管理的组织 集成人员总是对于阶级有莫大的敬畏 这也导致了很多被性骚扰的同仁不敢向上反应 为了这一份得来不易的工作 为了在连上能被公平的对待 为了不要接受别人的异样眼光 他们选择了沉默 选择了自己接受 现在妇女基金会在今年3月8日 公布了女性职场性骚扰调查结果 发现43%女性曾遭受到职场性骚扰 高达9成的被害人选择隐忍不说 你没有看错 高达9成的被害人都不说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国防部一定要有具体的作为 以避免性骚扰的案件发生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服役过程中 长官完全吃案的性骚扰案件 这天某一个室官长 知道单位内某个资深女上市 要到头份某个营区去洽工 当天一同前往的人员 大概有十几个 别人他都不问 就只单独问这个资深的女上市 要不要坐他的车一同前往 反正既然有人在 这个资深女上市也就答应了他 回程的时候 单位内的几个人员 也都有看到这个资深的女上市 坐上了士官长的车子 准备要一起返回单位 就在到营区前二十分钟 这个士官长突然抓起这个女上市的手 跟他说 你是不是因为我有家庭 而不敢接受我 这个资深的女上市吓死了 赶快将她的手甩开 并加上一句 请注意你的身份 这个士官长才没有再进一步伸出狼爪 返回单位后 女上市立即跟政战主管回报了这件事 却换来政战主管一句 你有证据吗 就因为这一句话 这个女上市彻底对国军失去了信心 二十年一到 马上办理退伍 而这个士官长现在仍是现役 担任某个地区的高阶士官杜导长 你知道我在讲你 你的风平也众人皆知 希望你能平安度过你的军旅生涯 第二个案例是一个女上宾 这一天下午天色暗了起来 可能待会就会下雨了 副排长叫她到升旗台把国旗给降下来 因为升旗台在办公大楼顶楼 又要穿过几个阴暗的地方 这个女上宾有一点害怕 所以请一个男班长陪同她一起前往 正当她要把国旗拉下来的时候 这个男班长亲吻了她的嘴唇 这个女上宾直接反射动作给了她一巴掌 挨了一巴掌后 这个男班长就跑离开了现场 这个女上宾放完国旗后 立即将这个事件告诉了副排长 这个副排长也真的很有心要处理这件事 马上到了战情室 去查阅相关的监视器画面 结果这个班长也是很聪明 技巧性的避开了七具监视器 当时我就是在战情室操作监视系统的人 我也没有办法因为监视器就真的没有拍到 他们一起走到顶楼的画面 这个女上宾也就放弃了 刚好这个班长也历练满了 就顺势把她调整到了幕僚职缺 过了几年后她就退伍了 第三个案例是我单位里的一个女下室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 她要跟隔壁连的连长一起到二级场去 我问她跟连长去 她说营长叫连长去打通关 连长问她要不要一起去 也帮她打打通关 好吧既然是有助于以后单位的装备头扇 你就去吧 结果当天不到九点 她就回来了 哭哭啼啼的来找我 跟我说连长在电梯里抱住她 我说电梯哪里有电梯 原来连长一早出去就跟她说 早餐没有吃饱 要去一个购物商场里吃早餐 然后就在电梯里对她下手了 我马上带着这个女下室去找正站处长 处长说我会好好找这个连长来问清楚 隔天一早处长亲自来找这个女下室 跟她误谈了好一段时间 处长走后我问那个女下室结果呢 他只说处长说 这个连长一直表现很好 只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家庭压力也不小 所以才会无心的做出这个举动 希望我不要再追究 我只叹了一口气 更又是吃案 我服役的过程中 对于性骚扰这种案件 而被吃案的例子真的很多 要当事人把事件说出来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没有想到很多长官都是秉持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能吃案就吃案能安抚就安抚 对于中高阶干部的性骚扰案件更是能掩盖就掩盖 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